中华文化中 古典园林的代表 不仅将工艺美学 带到一个高度 更幻化出古代文人 内心的世界 当时很多研究 现代建筑的人 不见得会注意古代的庙 但是会注意到古代的园林 人生怎么样可以修身养性 诸葛亮说宁静而自圆 一个人要能够有远大的远光 第一个你先要静下来 我想苏州园林 比寺庙更吸引人 是因为它已经超乎宗教的范围了 它是一种人生修养的问题 所以园林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 它的园林在这里头 那诗家园林呢 其实各地都有 但是以苏州最著名 数量也最多 江南园林凝聚了知识分子 与巧匠的智慧与精神 蕴含了哲学 宗教 文学 与绘画等传统艺术 自古以来 是许多建筑庭园的典范 一专一瓦的布置 都蕴含着几十世纪的传承 1997年苏州园林已被人和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江南园林其中最出名的三个园 王思园 佐证园 刘园 那其中呢 这个刘园啊 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实业家 是盛宣淮 他曾经买下这个庭园 他跟台湾的板桥林家 有比较远的姻亲关系 他们以前都是门当户队嘛 所以在台湾研究板桥林家花园的人 就会注意到这个线索 认为说板桥林家花园的某些方面的规划 会不会受到江南庭园的影响 这也成为当时人家研究的一个课题 按照园林的地域来划分 可以分为江南园林 岭南园林 以及皇家园林 在门南跟江南庭园部级都差不多 除了说规模大小 那么材料的话是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因为建筑本身 有就地取材的一个因素 那么所以说它在材料江南的 这个灰瓦白墙 到门南的这个红墙红瓦 以池子为中心的市面的建筑物 大部分都是跟主建筑物成为垂直 或水平的一个金尾线白瓦 就只有这个船屋它是45度进来 在这个盐子里面就显得非常的活泼 其实它这个亭子也是有表演的功能 那么更有气味性 江南园林的构造更符合古代文人 向往高庙置识的山林之营 索性将大自然搬进了宅院 房寸之间叠山里水一步换井 乐此不离 园林之庙在于赏去 宁可熟肉不可居无足 无肉令而受无足令人熟 从这窗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景 会产生在这个郎道里面 利用《易经》里面所讲的稀石概念 以这个墙来讲的话它是石墙 那石墙有一个开个洞 那么这个就变成是一个虚人 在刚刚的郎道里面 我们一步换井 然后到了这个院子里面 这边又属于阳光充足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透过这一个甲山的一个造型 我们又享受了一个 整个稀石空间的一个川地 园林的精华在于里水 水的来龙去脉为之天门与地户 以中为始循环不息 仿佛看见古人对天地之间的赞叹 与代代相传的家业 江南庭园处理水 它旁边都是石头 有点像这个怪石林巡 然后中间是一个水池 岭南庭园就是福建跟广东庭园 不是这样做 它是做博案 所以你看这个板桥林家花园 你站在岸边 有点像站在码头旁边 是垂直的 江南园林他们是到山里面去挖石头 这种叫太湖石 那这个太湖石它虽然是山里面挖的 但是它其实是经过这个水的冲击 使得那个石头 有点像古画里面看到那个石头山 有点很多洞 有点像那个山浮礁一样的 所以苏州庭园里面像很出名的灌云峰 流园里面那个漂亮那个石头 那这个是江南庭园 他们会去找 其实来当成一个甲山 苏州这些文人他们组到庭园 他们种植花木 他们做水池 可以找一般匠人 等到他要组几座甲山 那几个匠人是没资格做的 他说能制造甲山者非公书化不可 这个园林的主人大概得花钱 去聘叫做跌山家 它其实是很多石头 但是它可以跌到你远看 觉得是一个石头 那这个就是他对那个石头的基礼 纹礼是非常理解的人才做得出来 否则你会变成二十几个石头乱堆砌 那这个要画国画的人才有办法 我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匠人 是画家 这个伟大的建筑艺术 起始于春秋战国 走过了宋元明清 最后飘洋过海到了台湾 映入眼帘的是古典园林的美学 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的是 台湾文化的相遇 在清代的台湾 其实透过贸易 它跟江南关系一直是很密切的 到了1949年以后 台湾在做的一些庭园 它就会受到江南庭园的影响 所以这里看出来 当人的移动 会带动文化的交流 当我们认识到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己读求良之后 终于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要放下的又是什么 当此岸遥望着彼岸 两岸之间蕴藏着许多似曾相似的场景 此时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 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 已有了另外一种内涵与意境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